选择MC中的生物跑酷 铁傀儡接应用 墨引人会顺敌 恋爱人居然怕云枪 谢帝 谢帝 我要迪士尼 谢帝 谢帝 我要去迪士尼 你是啥迪士尼呢 快来参加这个选择MC生物跑酷 挑战成功 我就用一张迪士尼门票作为奖劣 要是失败 这一年我的奶茶你就全包了吧 我说表姐 你这算盘打得我太奶都听到了 不过可惜你找错人啊 我可是MC资深玩家 这次可以说掉馅饼掉到我嘴里边了 我接 那就让我看看你这个私生MC玩家有啥厉害的 我看看这第一关 不就是岩浆池子吗 看我踩几下硫磺金沙 直接不需要变身过去 快来 话告诉你 咱们在这里受到伤害三倍 好好好 留姐你不早点说 害我在小伙伴面前小丑了一回 我还是老老实实选一个生物变身吧 在MC中跟火元素最相关的 莫过于猎验人啦 试问全身着火的时候还会怕岩浆嘛 直接眼睛都不眨跳进去 舒舒服服的泡个温泉 冲啊 不可以 别 小姐你是在跟我们表演玩家狗带的一百种方式吗 狗带个没停了的 我去 怎么回事 怎么我猎验人还会在岩浆里边狗带 这和冰远巨魔被冰冻有啥区别 好好好 这糗事你们每次都拿出来说是吧 要我说啊 真正能过瘾江的 应该是赤足兽 让我看看 什么个事啊 你看吧 一点事都没有 怎么可能是赤足兽 我不服 表弟你听我给你解释解释 谁为谁是赤足兽而不是另一个人 没有前驱车的起步 需要在离合器的临界点把握左脚的力度 这样 才能有够好的垃圾力 你到底什么人呢你啊 你马上就知道 现宠啊 尊式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刚刚我说的信心在座的各位都听明白了吧 咱们接着看下一关 我去这么多骷髅射手 要从他们的眼皮底下过去 那不是竖着进横着处吗 了解你这就不知道了吧 看完MC铁别人来过这关 有铁傀儡强硬的外表 相信挨个几件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们准备好学习了吗 上课了啊 得快表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要我说这么多骷髅射手 在应过肯定是不行的 咱们直接变成MC的骷髅 看看能不能蒙混过关 没想到这些骷髅还真分辨不出来 这下可以妥妥的过去了 慢着 怎么你这个骷髅射手和我们不一样 你听我讲练 我是你们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大家都是骨头 骨架不一样很正常嘛 那白骨精纯纯的白骨血都还和你们不一样呢 说的还真没毛病 放心 我去还真行啊 第三关地面上整碗冰锥能变什么呢 这回肯定是铁傀儡 小小冰锥对我造成不了一点伤害 了解这一关我就先过去歌 这一次给表弟这二仙剑 就勉强让你一分吧 接下来我可不会放水 本座来野 本座来野 哼 我只是太久没完了 手有点深 敢不敢前边全部不算跟我比这最后一关 行行 作为长辈我就算让你一次 这次你可要小心选择 这有什么难的 虽然我还不知道这一关有什么陷阱 但我要是变成MC最强生物凋零 隔下如何应对 那我就变成可以瞬移的墨影人 应变危机都可以瞬移走 偷死 拿命来 我去 怎么全是虚空爆爆弹啊 我的瞬移可以脱离虚空爆爆弹 引爆时的心部 轻松满下 灵魂运用MC生物跑酷 看来也不难嘛 一年的奶茶我来了 哼哼 又是出得底朝天的一天